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今28万一名网友在爆料公社抱怨,下班时在捷运上,遇到一名女学生自备椅子坐下,让她气得拍照PO网,但许多网友一看,纷纷为女生抱不平,甚至认为原PO管太多,但依据北捷的规定,女学生的做法已违反大众捷运法,最高可罚到7500元。 原PO表示,捷运车厢内女学生坐在黑色折叠椅上,有说有笑地跟同学聊天,原PO问女学生,乃不觉得很没礼貌吗?女学生回,怎么样?让她直呼,你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吗? 但原文已遭到移除,文章溢出,引起网络疯传,被分享至PTT以后,许多网友挺女生的做法自备椅子不错啊,值得夸奖,也有网友认为原PO驻海边哦,何必PO文公审,直接检举就好,尽管有许多网友护航, 但女学生自备者叠椅的做法已经违反大众捷运法第50条第一项第10款规定,滞留于捷运车站出入口,验票闸门,售票机,电扶梯或其他通道,致妨碍旅客通行或使用,车厢内通道,出入口也包含在内,若不听劝离将开罚, 是严重性可罚1500到7500元不等